我們今天繼續做 Music Theory Book 1 我們今天已經去到第五十頁了 都是屬於 Assessment 測試一下記不記得音符的 letter names letter name 即是 C D E F G 這些就叫 letter name 音符名 第一件事就要看清楚普號 記不記得高音譜號的英文名是甚麼呢 Trabble Claf 或者叫 G Claf 先看看線 還要溫習一下 S 額掉了色 Staf 或者叫 Save 都是解幾條線 五線譜 你會見到 Line 1 第一條線在最低 不要撈亂了 因為數音符初學時需要數些線 例如高音譜號 treble clef 或者叫 G Claf 為甚麼叫 G Claf G Claf 原因是畫圓形的時候 是穿著第二條線 數一下 Line 1 Line 2 音符是穿著第二條線 那個音就叫 G 音了 G 要唱 多點用耳朵 不然就讀音符出來 就訓練不到耳朵的聆聽 千萬不要這樣 C D E F G 千萬不要 要唱出來 G 所以高音譜號另一個名叫 G Claf 好 我們記得Stuff是五線譜 Stave 也是解五線譜 我們學生常坐車來的時候 都會數一下指數指 Line 1 Line 2 去計算一下音符 高音譜號用右手 穿著第一條線是 E 音 第二條線是 G 上去上行就會容易些 低音譜號就會難些 因為很多時候會倒轉頭數 Bass Claf 低音譜號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穿著第四條線 第四條線這個音符是什麼音符呢 就是 F 是 F Claf 所以低音譜號另一個簡單的讀法 就叫做 F Claf 或者是 Bass Claf 旁邊的兩點是規定在第三個空位 和第四個空位 不要畫錯 我們 Descending也唱一次這五個音符 這個是 Middle C B 一起唱 A G F 對 下樓梯這樣唱出來的低音譜號 就難唱一些 小朋友數音符的時候 就要多些習慣練習低音譜號 習慣數 Descending 一旦轉頭都懂得數 和懂得彈就會好很多 我們先看一看琴 我們會先做低音譜號 先做困難的 這個是有個琴的牌子 見到 Two Black Keys 這個是 Middle C 對 找到 Two Black Keys 你就會找到中央C 在琴的中間 C一起唱 Bass Claf 用左手 C B A G F G A B C 所有手指都要Bend In 是要屈入的 高音譜號也要彈一下 不是就這樣懂得看音符 都要知道音符的位置在哪裏 C D E F G F E D C 沒錯 然後就要用多些大的五線紙 去多些練習看音符 因為有時五線紙很窄 小朋友很難認 如果用一塊這樣的膠片 把五線紙很闊地印出來 小朋友就會容易認 好了 我們就看看這個功課要做些什麼 首先我們要知道這首歌 究竟這版功課 除了音符之外 我們還要學習有什麼Rhythm 有什麼節奏 最後就是有TA和HALF NOTE 我們小時候學的時候 我們會做Rhythm Names 就不會這樣數 這個是1、2、3、4 因為小朋友就不明白 為什麼這個是1 這個1會明白的 為什麼這個是2的呢 為什麼這個是3和4呢 所以小朋友小時候學 學Rhythm Names 他會容易些明白的 逢青看到黑黑黑黑的有支棍 就叫它做TA 如果圓形有支棍 我們會叫做HALF NOTE 美國加拿大人 又真的叫這個音符HALF NOTE 二分音符是兩拍的 英國人就叫做MINIM 這些是正式的名字 但是數Rhythm Names就會容易些 你會看到很多都是圍繞著HALF NOTE TA 一會兒我們要彈出來 然後做了二分音符 這首歌也有TA 四分音符 你說不行了 我不學Rhythm Names 我要學正式的名字 美國加拿大人 就叫四分音符這個名字 叫Quaternote 讀一次 Quaternote 就是英國人用的四分音符一拍 所以就是各樣都懂 Rhythm Names也懂 正式的名字也懂 中文也懂 那就非常全面 好 接著我們看譜號 認了音符 不要只找最低的音符 你要懂得彈出來 好 我們當然要用Machinam拍子機 我們會有一個穩定的速度 我們用66 一分鐘就會打66下 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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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是不變的 好像我們的心跳 好 這個就先彈了 有什麼音符 G2 Ready Sing G E C A F C A A C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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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 D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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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 G 你自己在家裡練彈的時候 你就可以準備了才開始 我因為節省時間 所以比較快一點講 我會順利這個次序彈給你聽 你回家也要繼續彈下去 第五 六 七 八 你要懂得彈出來 找好位置 我們慢一點 六十 由第一格開始 彈起 準備 放開手 2 Ready 4 G E C 上手腕 第二格 準備 Ready Go A R F C 如果我們女兒唱的音符名 遇到二分音符 我們會唱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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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C 沒有拍子 知道嗎 當然你也可以唱 Half note Ta Ta A 所以是任你選擇 我當然是建議你唱了音符名 讓你熟一點 第三格 準備了 C A A B C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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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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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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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格,听到声音 Ready go A F G 没错,尽量 你未熟的时候 当然未用得拍子记住 但尽量不要写音符 希望你 看到第二条线是什么音 G 低音符穿着第五条线 是什么音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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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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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